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,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偏谈外国劳工,现议员李俊玉今在议会质询,劳工处受理本身就已违法的逃逸外劳检举,尽以逃逸者片面之词要求雇主到县府说明,还你对雇主开罚,李俊玉说,该名雇主目前为妈妈办理丧事中,服装期间还要处理不合理的对待,身心疲惫不堪。 彰化县议会经开定期会,现议员李俊玉直询县府劳工处长吴兰美,有关逃逸外劳的业务,李俊玉说,北斗正位性证明申请一名印尼籍家庭看护工照顾其年迈的爸爸,平常妈妈就在爸爸身边,老夫妻一起生活。 不料印尼籍看护工在受雇期间逃跑,还向县府劳工处检举,指称他受雇周照妈妈,非爸爸。 李俊玉表示,印尼籍看护工涉嫌违反劳动契约,逃跑再先,恶人先告状,向县府劳工处举发,劳工处未先处理好逃逸外劳,竟还跑到被举发雇主家调查,被举发的雇主的妈妈已过世。 李俊玉指出,他不借就业服务法和劳动基准法,究竟保护台湾的雇主和劳工,还是当逃逸外劳的保护伞。 劳工处处理类似逃逸外劳举发雇主的案件还不止一件而已,他处理过的至少就有两件,一件在北斗,另一件在皮头。 外劳受到的保护比本国劳工还多,李俊玉不满劳工处处理方式,要求处长吴兰梅日后处理这类案件。 因与张化县警察局合作,先处理好逃逸外劳逃跑情势,以免助长逃逸外劳随便举发雇主的歪风。 对此,吴兰梅表示,上述两个案件细节的部分,他不是很清楚,会了解缘由做后续处理,若有处理不对的地方,会检讨改进。 但依法若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,只派劳工做劳动契约规范之外的工作,也就是说被照顾的对象若是爸爸就只能照顾爸爸,违规者依法最少会被罚三万元罚还。